欢迎大家来到新车场线看第二集 现在清明时节雨纷纷 是2020年4月的第一个礼拜 在加州或者全美国很多地方 都有安全居家令 严重的影响了经济 包括了各种汽车行业 在这时候很多汽车都推出了各种促销 包括打折低利率等等 其中还有一家特地推出了 包三年保养 还保证你失业以后 有六个月 他包你的汽车贷款付款 谁这个佛心啊 现在在美国买车 是一个重大的投资 你除了要看这个台车的外形 配备安全性能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它的保养 因为有时候买到不好的车子 这台车要陪伴你很久 如果要开个十年二十万块 它有可能帮你省下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们马上就去听听专家怎么说 保养 重于修复 那很多的问题 有些很多客人都不在意 然后造成更重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呢 我再次呼吁就是每个车主 他能够基本上有一点小小的尝试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在于温度 温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有换机油 这都是很简单很basic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的车主一定都要自己 自己要特别小心 温度会造成overheat overheat会造成引擎的damage 然后造成要换大笔的钱 去更换引擎 所以这是不必要的损失 换机油 很多客人都没有时间换 但是呢机油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如果机油常换 你的机引擎绝对可以用很久很久的时间 所以你一部车子 有些时候可以开到20万miles 30万miles都有可能 但是重点都在于车主 他有没有爱惜他自己的车子 有没有注意重视他的车子 好我们现在可以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温度表 温度表一般正常的温度呢 都在会在中间左右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呢是温度过低 这个也不行 这会增加我们的油耗增加 第二个呢太高的话也不行 会造成我们车子过overheat 这种东西的话呢 车主一定都要马上立马停下来 不用再继续使用 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更大的一个damage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温度表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个车子在外面跑 难免会碰碰撞撞 一些漏油的地方 这是阴景OEL的地方 OEL的那个 OEL field housing这里都会漏油 要提早修理 像这个水箱已经老旧了 现在在拆嘛 要换水箱 漏水很重要 车子没有水容易就烧掉 坏掉很容易坏掉 保养好的话车子可以开很久 对刹车也别容易坏 要平常要注意保养 就是说要看好 提早换它 才不会影响里面东西坏掉 除了换机油 还有检查刹车轮胎 这些都还蛮重要的 做保养的时候都要看的 OK 车子我们平常都是 六个月或五千米做保养 那还有一些 有一些车子是一万米 或一年做的保养 但来看情况 看你车子的样子 那保养的费用价钱的话 很多车有时候一百块 到两三百块都有的 所以也是看情况 那我们不管什么车子 哪一款车子 美国车 欧洲车 日本车 这个 韩国车都有它的保养的时间 但是每个车都有四个轮胎 都有引擎 OK 现在很多车都有用电的 电的车 那每一个厂商的车 都会有建议的做的保养时间 跟卖数 那我们还是照他们建议的来 来做这个保养 车子做保养的时候 三年全部混合的这个价格 也是看情况 有一些到四五百块 到一两千块都有了 当然我们只是看车子的 owner怎么样保养它了 刚才你讲到这个人生第一桶金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想 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第一桶金 就是什么意思啊 这要分享一下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经历 我刚会开车的时候 我当然满心欢喜 买了一台 我觉得很炫的一台车 可是这台车呢 非常不耐保养 结果就这样子 预车不俗的情况下 我短短的六年之内 换了三台车 那每一台车 这个车子贷款 再加上这个汽车保险 再加上油钱 我每个月花在汽车上面一个月八百块 我什么钱都存不下来 到后来我忍痛买了一台 非常皮实耐用的一台车 那它陪伴了我八年 十六万买 让我存下人生的第一桶金 所以我把它拿去当房子的当payment 这就是为什么保养车 车子的保养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刚才谈到这个 汽车有三年的免费保养 究竟什么回事啊 是 这个现代汽车 它现在推出 只要你购买全新的现代汽车 或者是租 Lease 一台全新的现代汽车 它都包你三年 三万六千买的免费保养 说多不说说少不少 算下来也省了个千把块钱 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服务 过去呢只有比较高级的车 好像有提过类似的服务 太好了 那这个保养的细节是什么 而且它包括什么样子的一个保养 保养的细节是 只要你在2020年2月1日起 新购买的或者是新租 新lease的这个现代汽车全新车子的话 你就可以享有三年三万六千买的这个免费保养 那包括这个刚刚专家有提过最重要的机油一定要更换 然后轮胎要对掉等等 还有一些要检查的一些服务 那这些就是刚刚讲的可以高达这个千把块钱 除了刚刚讲的现代汽车三年三万六千里的免费保养之外 现代汽车还提供号称全美最佳的保护计划 十年十万里的动力系统有限保护计划 另外还有五年24小时的路边紧急服务 刚才你还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六个月付款减免计划 究竟什么回事啊 是现在局势紧张经济不好 很多人可能面临了这个失业的问题 所以现代汽车它推出了一个六个月失业帮您付汽车贷款的计划 那这个只适用于3月14日起到4月30日止 透过现代汽车贷款符合零利率购买现代汽车新车的车主 而且是要透过现代汽车的汽车贷款 其他银行的贷款是不接受的喔 因为他没全力帮其他的银行做主 如果说我们是租赁的呢 租车可不可以呢 这当然包括了新车的租赁计划 这个只要是在这段时间3月14号到4月30号之间 您购买了或者租赁了全新的现代汽车 都可以享用这个计划 如果说您是在12月30日之前 因为现在的局势紧张而造成了失业 透过完整的申请手续 完成它的申请手续之后 您就可以享用这个福利 那么这个失业汽车贷款减免计划 每个月提供多少钱呢 通过申请符合条件的汽车贷款人 他每个月最多高达600块钱一个月 那六个月最高总共高达3600块钱 但是呢在您申请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是得要按时缴交你的汽车贷款 详细的规则跟条件 就麻烦消费者自己到现代汽车的经销商 去参观选购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